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 兩年前合體錄影片向大家拜年 身為前教友王瑞玲對宋一鳴帶領的 一起發光教會炮聲連連 宋一鳴首度發長文反擊 宋明說因為王瑞玲無法停止發布實文章 已經造成嚴重傷害 他曾經意太魯閣意外被指控營造假見證 當天確實訂不到票才改搭遊覽車 當然沒能提出票根 還被報單月收七位數的奉獻 宋一鳴說這12年來 梁夫妻是完全不知心的牧師及師母 對方曾要求歸還之前的奉獻 但因為要完全按照國稅局的規定 開立勞務報酬 當時王瑞玲自己又說不要了 還被說以美則十元勤網均 完全是莫須有的事 他寄了一句我講說 媽媽的聖經好好看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 神賜給我的一個 真的非常棒 非常棒的回事 王瑞玲說因為宋一鳴夫妻 感情因素自己被迫離開 也被指出其實多次求饒 想回教會 對於兩千字文章指控 王瑞玲也火速回嗆 請他們歸還奉獻擴堂費用 是因為轉帳費用入帳後 就直接被感人 收據也是早就過了 報稅時間都還沒收到 才會說不用了 憨話這場丟臉的戲還要 言到何時 而事件中另一個主角 小甜甜PO出近況 拍下令他很有感觸的創作 還喊對方是爸爸 透露多年來 蔡康永和小S 一直默默給予溫暖及力量 讓他感激在心 風波厚弄面 笑得很開心 建議小甜甜判恢復正常生活心情 顯而易見 TVBS新聞 吳俊仁宏一聽泰報道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資格 請 請 感谢观看